大家好 歡迎回來這個爆谷片 還想怎樣 今天又是維勞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軒仔 我是蘇蘇 我是綠仔 今天就特別一點 說一下推薦東西 因為畢竟已經一年了 總結 推薦一下我們看完劇和電影 哪一套特別好 上部就先介紹劇 下部就介紹電影 事不宜遲 開始了 劇我自己看是選擇《摩時傳》 Netflix的劇 三季 2020年播出 每年續了一季 剛剛好今年就出了第三季 就結束了 是漫畫改編 故事說原本一家五口的洛克家 就生活得很開心 突然有一天 老爸就被人槍殺殺了 剩下老婆和三個子女 大哥 二姐姐和小孩 他們就搬到爸爸的祖傳大宅住 一來就叫做離開傷心地 二來就叫做找個地方住 誰知道在這間屋裡面 小孩就慢慢發現到有些很神奇的魔法鎖匙 故事就是圍著這堆魔法鎖匙 還有一個奸角想搶這些魔法鎖匙 做一些壞的事 大概的故事就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套 我看過第二季 我沒有 完全沒有看過 其實為什麼我私心想推這套 因為我自己覺得 它是Netflix出產的漫畫改編 是挺好的一套 不是說最好 但是挺好的 因為它本身漫畫是Steven King的兒子來寫的 他改了三季 我自己覺得魔法來講 他比哈利波特好看 至少他三季都能維持到水準 就是圍繞那堆鎖匙 而且他那堆鎖匙是每次出 都不是突然間要想一些新的東西 他不是的 他真的符合劇情 然後再配合鎖匙去推進 直到到第三季 他那些鎖匙都是跟劇情緊構 而且他那些鎖匙每次出 驚喜是挺大的 有些都想不到你以為他沒有用 但往往在劇情裡面是救了主角他們 大概是 如果你說魔法東西 喜歡魔法東西 又喜歡看一些東西 輕鬆一點點 因為劇裡面是不血腥 沒有特別消露的 我覺得是值得看的這套東西 我是因為哈利波特才不看的 哈利波特才不看 那不行 那他真的比哈利波特好很多 三季 哈利波特燒了我的時間 又是魔法主題 算了還是不看 因為本來也有看到 怪奇的東西 已經有套東西放在那裡 所以就沒有看這套東西 我一開始也不看 一開始是因為他放在兒童向 所以我不看 但是看到軒仔介紹後 進去看看 好像也挺好看的 我一開始也看到他 我沒有特別留意他放在那裡 我純粹看到他一登入Netflix 然後他展示出來的trailer是 一堆小孩 還有好像有點 卡卡的感覺 又怕中伏 不過後來就追到一陣子 沒有東西看 那麼就開了一集 誰知道一集看完下去 就慢慢吸引到我一邊追追追 追到現在完的季 我都看完了 他完的應該就不會再推出了 少少可惜 不過收尾我自己覺得算是這樣 他又沒有特地為了大團結局而這樣收 我自己覺得整套東西 算是真是Netflix漫畫改編來說 他跟雨傘學完 原來我會覺得他是挺好的一套作品 這兩套都是 他三季的這套東西吧 三季 所以其實看得過的 趁這個假期 但是他有多少條時 因為我現在在網上看的那些時 其實很多的 你當第一季他差不多出了七條左右 然後後面那些季數 每季大概多三四條 就是Total的嗎 之前那些他都會出回來 Total其實他沒有的 他電影裡面他都說 其實他那些鎖匙是他父親的遺傳 要追溯他那時候是他的祖先做出來的 所以他一開始都說 其實這間屋是收藏著很多魔法鎖匙 但他沒有實質說到是有幾條 只要你那個家族的繼承人 即是洛克家的人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會聽到一些自自浸的聲音 那就是代表一條鎖匙在附近 那你就會可以找到這條鎖匙 那那奸角呢 奸角其實是 怎麼說呢 奸角 不過也應該不怕穿橋 都三季 其實奸角一開始 原來是一直鋪在主角身邊 但是他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他其中有一條鎖匙 是可以把樣子變樣子的 那奸角就變了樣子 就潛伏在他們身邊 那條身份鎖匙 是呀是呀 那到最後還要令到主角以為 殺了奸角 誰知道原來 都是奸角用身份鎖匙 把其中一個小朋友的媽媽 變成奸角的樣子 然後讓他們殺了他 但是結果是沒有了 那到了第三季 最初以為已經結束了 就是第二季 解決了奸角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他第三季還可以說什麼 結果他有少少 玩時間那樣東西 第三季是 噢 屈機的時間 OK的 值得看 真的值得看 OK 看看看不看 第三季其實我應該都能接受到的 我覺得可以看的 因為你短季就容易消化 即使他一個小時也好 都還可以 而且你至少知道他已經結束了 他不會再出 那你就OK的了 到我了 可以 到你了 終於說回一些死宗的東西 都不是叫死宗 Maffle 有Maffle Maffle 是的 你最真的Maffle 我叫做愛的 我的愛的Maffle 叫做 我說的是月光騎士 一套令我意外的影集 叫做Maffle影集 首先說他 說什麼 其實就是說主角 Steven Grant 他是一個很普通 你看不出他有什麼能力的 一個正常人 是一個禮物店 博物館禮物店 做一個普通的員工 但是很奇怪地 他經常會失去意識 就是無緣無故就躺在那裡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呢 結果原來就診斷出 原來他患了一個多重人格障礙 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簡單一點他有兩個人格 另一個人格身份就叫做 Mark Spector 就是一個僱傭兵的身份 意外地 這個僱傭兵的身份 是不斷被人追殺的 因為某些原因 結果Steven Grant 就要跟Mark Spector共用一個身份 就被人拘捕 被人追殺的危機 他要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他的解決問題 是圍繞著一個很神秘的古蹟 一個關於埃及眾神的一些神秘古蹟 他因為就是這件事 弄到被人追殺 故事就是這樣剪開了 他一方面要找出他 為什麼被人追殺的原因 而是同時 Spatter又要解決這堆人的旅程 大概是這樣 至於為什麼會看呢 就是因為很簡單 他的集數很少 他只有六集 然後每集你當他 我想大概四十多分鐘 沒有一個小時那麼長的 因為從他看第一集的時候 令我想起另一套電影 變成一個搞得我很喜歡的 就是Lolan那套Memento 他也是那種拍法 《月光騎士》也是類似的 把一個主角放在一個很極端的精神狀態下 他遇到一些事情 那你怎樣表演得好看呢 就是同樣地把觀眾放進去 有效地 把觀眾放進去和《月光騎士》同樣的狀態下 你看完這套 你看完每一刻 你都覺得你跟他很相似 就是我看了什麼 我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究竟我在哪 你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跟他一樣都還了 有一點精神分裂的狀態 總之你是一個傻子 即使他每次看完之後 都好像睡醒了 我在哪 我在做什麼 我看了什麼 我覺得他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有看Marvel的影集 都知道他是有別於其他片 就是打完 爽完 或者叫做一些普通尋找過程 尋找自由過程 更加出色的就是 他會令到你都放在這個角色裡面 同一個狀態下 同一個精神極端的狀態下 去和他一起 找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他令到我 如果他很投入地說到這件事 看這件事的話 就變成 他真的出色 比起其他影集 所以我變成 如果是Marvel影集 我會比較推介 月光騎士多於其他 所以我覺得 是OK的 大家可以入下限的 我覺得 你們全部都看完 我看完 當然有看 我也是Marvel狗 我找同伴 我不是Marvel狗 我純粹覺得 好像挺有趣 聽你們說 因為失憶 失憶的人 他不是失憶 他是什麼 不是 他是精神分裂 他是精神分裂 他有兩個人格 他那個學名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上網看是解離性身份障礙 應該有些 簡單來說 總之他有兩個人格 那就會比較容易 總之 但其實有驚喜 如果大家本來不是看過月光騎士 不是看過Marvel漫畫 如果你沒有追溯到月光騎士 什麼東西的話 其實你會 看到他這個 影集的最後 會有一個驚喜 也不是叫驚喜 叫解謎 兩個人格做的事情 都好像不關他們的事 他倆都有共同一個不知道的 就是 有些事不是他倆的造成 但他倆都會覺得是大家做的 但問題是 原來 最後 有個位置是說 為何會這樣 我覺得 這個位置我就保留 大家看看 為何會兩個都不認大家做到某些事情 但那件事是什麼 究竟是誰做的呢 又不是姦哥做的 大家可以看看是誰做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搞笑 也意外的 那個位置 你說的奇奇幻幻的東西 就馬上到我說了 我覺得 最近我想推薦 Wenstay 就是愛登氏家庭的外傳劇集 說說Wenstay 被他父母逼入內落學園 他的內落學園 並不是普通的正常學校 其實裡面的學校有些 狼人 變形怪 海妖 全部都是奇奇怪怪的東西 之後 其實Wenstay 一直都在學校 價格不入 因為他的室友是狼人 他跟他相處 開始產生了一些微妙的關係 然後他們繼續向後 發現原來這裡有很多死者發生 他在Wenstay入住的時候 他不停有些人在這裡死 然後他就要開始調查 Wenstay 有一種奇奇怪怪獵奇的心態 去調查一些案件 到最後他就揭穿了 怪獸的來源 和幕後的大佬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入坑呢 就是因為我TEMPO頓 不知道你們倆有沒有看 有 但TEMPO頓是做頭四集導演 你是不是只看了頭四集 我不知道 我以為他都做了全部 剛剛看完之後 他原來就做頭四集了 阿羅 阿羅有沒有看 我有 我是因為人家說好看 我就看 純粹是這樣 免得別說看 每個人都看完 我不看 要跟風 對 跟風狗 你們最喜歡什麼畫面 在裡面 或者是什麼劇情 你覺得很深刻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深刻 就是 遇到那個室友 他一開始遇到室友 然後一半那一刻很漂亮 在天台的位置 一邊是狼人那邊 色彩繽繽的環境 另外一邊就是Wenstay那種 陰沉 那種很沉穩的感覺 那種歌得風的感覺 那幕我覺得挺有趣 表達出來的話 我理解為什麼你比較喜歡那個美女 因為你是那個取向 你那個哪個美女 你是年童 你年齡的取向 我明白 那個美女 好像也不是很小 那個美女 你真的沒有看過 那你喜歡什麼 你喜歡哪一幕 沒有 我沒有喜歡哪一幕 因為我當她是另類的我以前的家庭 只是你反而在她的女兒 我喜歡她的媽媽多一點 但是她的媽媽很老 因為我在Facebook看到有個新聞 就是有些貼文 有些貼文說 什麼美魔女 什麼什麼 然後就這個女人 然後按下去 咦有Wenstay 先看一下 然後怎樣被騙了 原來不是只有她媽媽 看她的女兒 我因為她媽媽才看她的電影 然後就這樣看下去 不過也是OK的 你八集然後就 輕鬆看 四十多分鐘 也是 那你看 我當時也有看一點 背後 頭四集在天布頓 我自己也是 不算追著天布頓 純粹看完 trailer 看到那些歌得東西 我就覺得 奇奇怪怪 孤靈精怪 還有女主角的樣子 是很做到那種孤靈精怪的樣子 所以我當時也讀了 一出了就看 看完 如果你說最喜歡哪一幕 其實就是她跳舞的那一幕 就是她們的舞會 女主角跳舞說一幕 因為那隻舞 其實是她自己排的 自己排除了 她真的很符合到 她整個角色 奇奇怪怪的樣子 就是其他人正常跳舞 但是她突然之間在跳舞 這麼奇怪 但是她有人很認真的舞 所以如果你說喜歡哪一幕 我是喜歡說一幕多一點 但是你說整體 中間她有懸念 但是她某程度 都是靠這個懸念 是令人看下去的 因為我覺得去到五、四、五集 左右 有少少開始拖舞 她始終是脫不了 外國那種YA片 那種味道 都是那些青少年在 談情說愛 只不過她加了是 愛登士的元素 和歌得東西進去 所以去到中間 其實是有少少年 例如她有一些位置 她去到最後都不是解釋得很清楚 例如那個海妖 就是那個 那個 黑人 黑人 對 近乎是橙青的 我知道 知道誰 她中間有訪問 她跟她媽媽的關係不好 她媽媽又來過 叫她幫她做些事 但她說 下次我不會再幫她 最後一次 但她後面又沒有說 我不知道她做什麼 對 沒有說的 沒有說的 只知道她媽媽做了一款APP 可以洗學生腦 因為後面有個小孩 喜歡海妖 跟她有少少曖昧 所以她說她用了那個APP 但沒有說很詳細說她那邊 可能她打算公開 第二季 如果大家有看到 她應該是有第二季 不過是差在幾時 我只是覺得 有些角色尤其喜歡 楊鋒那條小孩 那個肥仔 而且我本來都很喜歡 Emma Miles 我忘記了 Emma 即是狼女 其實我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她是那些 好吵的 所以我超喜歡 他們的線都很棒 她有少少twist 我敢說少少 算不算少 你以為兇手是這個 但其實是另外一個 但她裡面的玩法 都不twist 後面都很明顯 但你會令人懷疑 因為被懷疑的是 她畫畫 將畫畫的可以變成現實 變成一個洞 剛巧她又畫一些妖怪 所以更加令人覺得 是她了 誰知原來不是她 但我不說兇手是誰 即是不說 搞事是誰 但她有很多東西 誤導觀眾去看 例如心理醫生 大家以為她是跟兇手有關 他有很多誤導事情 令你以為已經解決了 怎知道原來不是 即是等於她父母 以前不知幾年前的事情 也是 讀書的時候 每個人都以為她母親是最灰禍手 因為你看她父母 經常一看就知道她母親是夾著她爸爸 但其實 最初我看的時候 應該是媽媽不知怎樣做 殺了人 然後爸爸幫她頂 誰知原來又不是 事實是 真相背後又有真相 坦白說 我覺得 如果時間許可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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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選即刻看 但假設我真的在第五、六、七集 七集頭 因為七集頭 有些訊息說到 但五、六集的時候是特別悶的 對 我覺得如果她縮到六集就剛剛好 那時間就完美 因為她中間有些位置走得很遠 她有提到說她祖先女巫那件事 哦 我本身也希望她會說多一點 誰知又是點到即止 還有最後她打鬥有點廢 你女巫說的位置也有搞到我想起 SALENTHILL 對 她那個位置也有點像 還有像那個黑相集 哦 我知道 希望陣 希望陣 她其實是那個位置 對 她發到一個小女孩這麼白 跟她有個對比 就一定跟她家族有關 然後 還有她演的 她的樣子也差不多 她的樣子也差不多 XSALENTHILL 是她的 她的 她的演員 所以我就說 擺明這個位置是致敬 對 中規中矩 我自己就覺得 可以看聖誕節的時候 看看 聖誕新年 其實什麼時候都適合看 你送飯 送飯都OK 總括來說 我會 剛才三套 我都覺得 推自己那套 不是 沒有關係 我會擺放飯 因為摩時轉 第一 哈利波特問題 但如果摩時轉 其實也有 只是這麼多人看 即是在現今社交媒體 都在說的時候 我沒辦法不看 其中一個 成分 是市場效應 令我看的 但反而摩時轉 好像真的沒什麼人說 所以我沒有看 但摩時轉 小人說 香港真的沒什麼人說 始終這類 Netflix 有時候一推推很多科幻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看 你比較好看 其實你會在那裡隔完才會再看 我也是這樣選擇 我也是選擇 Wednesday 即是以你這樣說 因為它真的 不是三季 而且 一季 PKD就是 因為它還沒出 但問題是我看了 我又有優勢 它會令到 在我的名單上有優勢 是的 OK的 我們現在說的三套 我自己都覺得 真的值得看 至少是 每個範疇上 它都是一套特別的 例如剛才所說的 Moonlight Depth 即是迪士尼收了 Marvel之後 出了這麼多劇 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只有Moonlight 是值得推人看 其次我覺得也是 Wonder Vision 因為它玩的風格 但問題是 我猜中 對不起 是否因為 迪士尼收了 萬威這個版權 它播放之後 變成Moonlight走的方向 它不可以走得 像之前Punisher 那些血腥一樣 有助 但問題是 可能有助 它拍另類風格 令它變成一套 Moonlight 假設它沒有 它容許也可以按 血腥暴力 變成一套 Punisher 都是 有低有失 即是 本來你的月光騎士 就是 那種 另類意境 所以我就說 會不會是Disney Plus 令到它有另一個發揮 所以說 是好的 有低有失 因為它如果 它又回到Punisher 那裡 就可能 沒有那麼多人會討論 因為 純粹只打 追看性 和討論度 又低了很多 即是 等於 我當它不走Punisher 它走夜魔盒 那又變成了 因為夜魔盒 也是多貴組 而且 很明顯 那時候是偏心 拍得它多些 它收得是不錯的 那時候是主打 是的 劇集就差不多了 你們有沒有補充 劇集上 沒有 我算是這樣 我也不是選自己一套 坦白說 就是 用一個叫做什麼 觀眾 多一點 因為觀眾向好一點 就是Wednesday 我自己覺得 對 意入口一點 對 而且 每個人都在說這些 你看完之後 也有話說 是的 劇集就說到這裡 下部會說一下電影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讚好、訂閱、分享 壞鬼聯盟 還有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年看了什麼劇 是值得推一下 下部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